准备过年了 相信过年期间 不少朋友都要跟着父母 去跟亲戚朋友吃饭 一班亲戚朋友坐下 吃饭 聚酒 吹吹水 其实是很合理的 除了 不知道哪里走出来的叔叔教你做人道理 不知道哪里走出来的亲戚 催你早点结婚 不知道哪里爆出来的化骨龙 拿着汽水跑来跑去 还要鬼杀那么吵 还有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长辈特别喜欢强行 帮我们和那些三五四七的同龄人破冰 相信大家都试过这种情况 就是本来所有人都吃得好 而我们玩手机又玩得好 突然之间 就有一个你很久没见过 你甚至不知道 应该怎样称呼他的亲戚朋友 走过来跟你说 孔仔 你今年是不是毕业出来工作 是啊 顺伯 那对了 阿耀哥来 这个是我儿子 你堂弟弟阿耀 都是今年毕业出来工作 你们互相认识一下 工作上有什么可以互相帮忙 我完全不懂他的逻辑 他的儿子或者女儿 既不是我的同事 又不是我的客户 更加不是我的老板 那试问我们之间 究竟有什么可以互相帮忙 他可不可以帮我加薪 不可以吗 就是帮不了我 那我都帮不了他 但其实他的儿子都知道我帮不了什么 不过 黎德这些给面派对 就肯定要象征性地给一下面 所以我们都会象征性地 认识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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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了 但是 因为我亲戚 他父母 都还站在那里不肯走 干什么 不用理我 你们谈吧 那就是唯有跟他爹多几句了 风哥你吃饭了吗 吃了 跟你吃的 对啊 你平时打不打机 打 肯定打 那你玩不玩和平精英 玩啊 那现在来回头啊 来啊 喂 为什么你们聊聊聊打机啊 那些工作上的东西嘛 读书的时候 还说可以交流一下学习 就算不同科 语素英 都可以勉强谈几句 但是 叫我们交流工作 从何交起啊 虽知道隔行与隔山 如果对方做的那一行 我们连听都没听过 就等于对方和我们隔了很多很多床山 怎么谈啊 唱山歌啊 来啊 我是做广告设计的 起了了了 刚刚入职 没过私用 起了了了了 现在负责写文案 还有帮忙打下集了 嘿嘿 我现在做程序员呢 起了了了了 和你一样都是私用 起了了了了 天天加班舌程序也贵 这么辛苦又无钱咯 既然想我们好聊天 那下次不要来吃饭了 直接去唱歌吧 起码机房有咪 我们不用唱得那么累 但是 当我们很艰难地唱完一轮山歌 以为终于有得休息的时候 突然间 这位亲戚朋友又会走出来 提出新的要求 不如加个微信吧 以后可以多些交流嘛 我们是完全不明白 加微信来做什么 有空语音对唱山歌 但我们是没得不肯的 因为这个是给面派对 你不给面 也就是你父母不给面 而你父母是不会允许你不给面 真的要加吗 说是吧 不加行不行 啊 你送我们我送你 唉 以后发朋友圈又多了个人要分组 其实我真的很想和那些关心我们的叔叔阿姨说 你想我们同龄人之间多些交流 其实真的不用搞那么多事 因为你们越搞 我们就越尴尬 我们自己坐在这儿 有空无聊一起打电话机 自然就会有交流的啦 那有什么游戏 适合过年的时候 大家一起玩的呢 那就是和平精英啦 和平精英本身就趣味性强 画面精美 上手简单 堪称大妹神器 现在还全新推出了春节模式 不单只可以和其他特种兵一起体验食年夜饭 放烟花 贴棉花等新年活动 还可以在迎春广场里面 烧炮奖爆物资 或者可以拼命发红包给队友 帮队友提供能量 不过 重头戏 当然还是和队友一起打年兽 集装備啦 而我个人最期待的 就是每晚20点00分到23点59分 在跳散过程中举行的 夜间烟花表演 过年的时候 如果可以和分隔两地的女朋友一起吃鸡 一起跳散 一起看烟花 你说是多磨的浪漫呢 过年醉餐 一起玩和平精英啦 最近是不是在忙着社团活动呀? 记得注意休息 不要常常熬夜啊 看来我们最近都只是讲到视频见啦 挂着我的话 看完视频 怎样再看 告诉我